台词多到能挡住脸的角色 你见过吗 想露脸甚至需要掀开对话框 谁帮忙把他的脉关一下 这家伙吵到我的眼睛了 这个画廊叫做明智 对于齐神来说是个非常难缠的对手 他在喋喋不休的同时 脑子还在快速的思考 双线程运转的大脑阻碍了齐神的读心术 使得他完全看不透这个男人 更可怕的是 明智曾和齐神当过两年小学同学 他似乎知道齐神拥有超能力的事实 所以他转来PK学院二年三班的第一件事 就是揭穿齐神的真面目 为了设计情报 明智在午餐时间找上了亚连和海棠 他直求的爆出大瓜 咱们学校有超能力轴哦 这话题可把中二少年海棠高兴坏了 直接大嘴巴附体 哎呀我们当时落难无人导师 海浪冲上来的食物和工具就好像超能力呢 这番话更加坚定了明智的猜想 于是他先后找上了齐神的朋友们 询问他们认识齐神后 有没有发生奇怪的事情 孟元认为 我认识他后怎么减肥都瘦不下来 千里觉得 我认识他后怎么赚钱都依然贫穷 会议表示 他在体育课上从没累到过涂血 三分智障言论让明智毫无收获 但最重量级的选手还得是人堂 谁也没想到的是 朋友们靠着这张言论营造出的绝对防御 竟然死在了猪队友鸟树的手里 他偶然间暴露了自己能和其人心灵通话 这引得明智跟踪狂奔追了上去 幸好鸟树连忙让欺诈式的灵魂附体 用一个谎言矛哄过关 但明智可不会轻易放弃 他在挖红薯的时间刻上缠上了骑神 这让骑神深感危机 农田对于怕虫的他来说 本身就是最恐怖的地方 腹黑的明智正是看出了这一点 他将一根趴着虫子的红薯腾递了过去 被吓了一跳的骑神当场超能失控 炸碎了燃堂手中的红薯 这让明智信心大增 变本加厉地递过去两只虫子 没想到这次骑神不仅没有害怕 甚至连虫子爬到脸上都能喜笑颜开 这多少有点变态了呀 连明智都怀疑起自己的判断 然而这其实是骑神催眠后的结果 中之人是想吃红薯的千里啦 骑神则以脸激化痛的表情 小样还想和我斗 平凡的一天早晨 骑神刚坐军教室 就感觉到了一样的氛围 亚连和海腾在玩桌游 燃堂和辉吕在聊天 小命在给梦园和千里做占卜 彩虎少爷在接受绿枣头的侍奉 鲜美和明智都出现在教室里 骑神顿感不妙 这一集全班的主要角色都会出场吗 怕不是要有什么大事件发生 果不其然 一年一度的文化季即将展开 班里要选出一男一女两名负责人 鲜美自告奋勇担任女负责人 男负责人则由鲜美抽签决定 于是骑神毫不意外地中奖啦 在鲜美的操作下 三班决定在几日当天演话剧 负责人需要决定剧本 于是骑神和鲜美一同来到了图书馆 一同前来的还有海滕燃堂和亚连 鲜美提议 话剧肯定要演格林童话或者莎士比亚呀 亚连表示 隔壁班演的绿月仙宗 咱们不要撞车了呀 海滕说道 那隔壁伟练剧组演了罗密欧与朱丽叶 好嘛 别的翻页算的话 那就没得演啦 经过讨论 周润决定表演日本传说 葡斗太郎 这是一个烂客人的故事 射到了龙宫 射到了龙女的宽带 冲犯人间的葡萄太郎 发现沧海桑田 他被迫打开了带回来的盒子 结果瞬间就变成了老翁 这种传统老派的故事 想在文化机上扒个头筹 可谓是难上加难 于是海滕决定 将故事改变成现代版的 比如卓眼的夏侯敦 叛逆的鲁智深这一类的 众人一致同意了这个离谱的决定 其身则对改剧本这件事兴致缺缺 他撬掉了接下来的会议 于是他就分配到了扮演水草的角色 中二少年海滕 担任导演 画落明智负责旁白 潘汉人堂最后扮演珊瑚 神龟则是由班长回律师爷 男主角扑倒太郎的演员是亚莲 而龙女的角色自然交给了欣慰 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艺术终将败给资本 改编后的男主角 其实是财户扮演的黎岛太郎 他是扑倒太郎的阴暗面 前期的故事都和远柱相同 区别在于 黎岛在扑倒死后重犯龙宫 迎娶龙女走上人生巅峰 这个改编让气神非常无语 海滕导演偷偷告诉他 其实我们准备了两个剧本 这个是专门糊弄甲方的 毕竟我们的服装道具 都是彩虎集团出资的 不能得罪君主爸爸嘛 没想到这句话 却被彩虎听到了 你们敢糊弄老子 那服装道具都别想要了 文化机上你们自己玩吧 得罪了甲方的剧组能有多糟糕 男主角身穿校服走上舞台 熊钱挂个牌子 就算是介绍角色了 但眼神龟的绘律倒是连夜做了服装 只不过他先做的是龟壳内侧 观众完全看不到喂 好在临时顶替离岛太郎的海滕服装没问题 毕竟猪二病如他少不了气装衣服 但海滕这玩当玩意居然去场了 好在其实用超能力 让他眼中的观众变成了土豆 才让他顺利的说出了台词 演员的表演没有问题 但场景道具实在是太寒酸了 观众们分分表示 不看了走了走了 美女的出场暂时留住了观众 这时候就该放大招了 只见身穿校服的新美来到了舞台上 自带选供的她竟然让观众产生了幻军 而且不光是新美 所有人的身上都好似穿上了戏服 原来是骑神用超能力催眠了观众 让他们脑补出了服装与道具 在骑神和新美的双重发功下 表演顺利进行 眼看就到结局的关键时刻 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竟然拉垮了 吵吵闹闹的文化季终于落幕 累坏了的骑神在家里也不得安生 流浪猫猫也找上门来 它是来求骑神帮忙的 最近周边出现了一只画风不一样的猫咪 长相可爱叫声迷人 所有路过的人都会被它吸引走 这可怕猫也酸的哟 我不允许附近有比老子更可爱的猫猫存在 门外的猫叫引来了冤种猫奴奇霸 它一瞬间就被特殊画风的白猫勾走了魂 仅仅就被舔了一口 奇霸就感觉自己身临仙境 被俘虏的奇霸当即就把白猫抱进了家门 骑神你也别闲着给主司买猫粮去 买粮路上骑神遇见了被冷落的猫也 他送给了对方一只罐头 难过的猫也认为 肯定因为我不会撒娇才会落到这不天地 所以我要彻底抛弃羞耻心 果不其然 舍弃尊严的猫也居然戴上了白猫面具 嘿嘿这样你们就会喜欢我了吧 就在猫也表演迷惑行为之时 骑妈回到了家中 可爱的白猫竟然主动蹭上了她的腿 本人猫毛过敏的骑妈居然毫无反应 骑神的哥哥空猪突然出现 原来这只白猫根本不是猫 而是空猪发明的仿猫型机器人 这样猫毛过敏的骑妈也可以养猫啦 你家人大喜过望 只是可怜了猫也 这下彻底没人理了 那么骑神和他身边的人 还将遇到哪些奇葩的故事呢 我是关姐 下期精彩机器人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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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